歡迎來到電玩妹蝦款第51加更篇 哈囉,我是SKY 今天的新聞會著動在 動式暴雪跟微軟 還有小量會提到索尼做出的過往政策 因為這幾天撇除吉姆萊恩下台 讓大家很開心以外 事實上政策也造就一個小漏洞 讓微軟抓住這個機會 想要狠狠的在這個傷口上面撒煙 再加上這陣子微軟收購動式暴雪 在這週總算是把最後一集給丟上去 收購完成,收通啦 各位不用再每天看到有人在貼收購消息 追劇真的是蠻爽的啦 但一來一往 有時候看來會覺得說 很像是看一場很拖的美劇 那我相信很多玩家比較好奇的一個重點 在於這次收購案結束過後 對玩家到底有什麼樣的大改變 那什麼遊戲丟到XGP上面 真的是全部丟上去 會沒問題嗎? 還是會對未來產生一些可怕的因素? 那開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講一個活動 NPA 2K 24 上個月有在PS5上面推出了 這次2024年版也特地選用 背號24號的已故傳新球員 Kobe Bryant作為封面人物 有在玩這款或是喜歡看NBA 10月18日到10月31日 有一檔買PS點數卡 就會送NBA 2K 24的 遊戲內獎勵物品的優惠 參加活動也不是很難 就是在兩大便利商店 Semi Lemon跟全家便利商店 或是你不想出門的話 也可以上PC Home 24小時 Incon旗艦店 把PS Store的禮物卡 就是點數卡給買回家 買1000以上 就會送幾個額外獎勵 包含買team自由球員 Geo MB的卡片 推廣卡包 以及買Play景深山 再加上PS現在幾乎是 無時無刻都有折扣優惠 送朋友禮物卡 也可以讓他決定要在 PS Store裡面買遊戲 或是買訂閱服務 雖然大多數玩家可能都已經習慣綁信用卡 但缺點就是會被多扣一筆 境外的交易手續費 而且點數卡對於資安或是隱私 更加重視的消費者 也是有一些需求在 那想了解的 我把詳細資訊或是購買連結 放到資訊欄位唷 那我們就趕緊來看看 這次加更偏有哪些值得留意的訊息 大家都知道 最近索尼在遊戲策略的行銷上面 已經慢慢有不同的大改變 2019年吉姆蘭上市過後 就把SIE的重心 從日本逐漸變成了北美主導 PS4時代後期 就把重心改為歐美主要市場 之前分配轉變的情況下 日本工作室規模就變得越說越小 過往在日本工作室呼風喚雨的 創意製作人 上田文人還有外山歸一郎 都先後離開了工作室自立門戶 之後甚至關閉了日本工作室 把整個戰略都導向了歐美閒銷 這也很符合過去內部索尼前員工 爆料的日美派戰爭 看得出來是歐美派勝利的日本GG了 過往其實PS2時期有推出不少快智人口的作品 從迷霧迷城、多樂貓以及全民高爾夫系列的 到最近PS2時期的NAC 以及與Francovay合作的雪原詛咒 還有女主角很香的重力意響世界 光這些叫得出名字 海內外都很知名的經典 真的是手指頭都數不完 當然黨派之間的鬥爭 就像是滴水穿石一樣 自然就形成了一個漏洞 微軟則是逮住這個機會擺出攻擊姿態 把手漸漸伸向日本這塊市場 並且各位可以先看看Xbox在日本行銷 在法米通近期數據表示 Xbox機台在一周的銷量 賣不到600台 總toto竟然也不到50萬台左右 真的是少到不能再少了 不過其實過往微軟 也並不是沒有認真投入資源耕耘過 從以前360時期跟板口博信合作 開發的失落的奧德賽還有藍龍 到近幾年來積極找日本VTuber 發工商宣傳XGP服務 同時也不斷拉攏日本的小型獨立工作室 讓他們首發上XGP 而且Fear叔叔在不少的發表會 也特別重申 會擴大第一方在日本的勢力 這幾年來也的確有兩家 長出日式RPG的廠商靠得蠻近的 像是SEGA旗下的兩間工作室 亞特拉斯拉就有兩款 女神異文怒3重製版 跟女神異文怒5戰略版 首日會上XGP 下個月上的人龍工作室 人中遮容7、外傳、英雄無名 都能夠首日在XGP上玩到 另外一家就是過去跟索尼 麻吉到粉紅泡泡的SE社 這幾年來也是持續聯絡 想要重修就好 確定的消息是可以在明年春季 就玩到FAX14 未來像是奇路流人2 或是勇者兜龍星座等 都有在TGA直播上提到 明年會在Xbox平台上推出 從這些合作都看得出來 微軟不斷拉攏日本廠商 到目前的主力 在將收購動式暴雪過後 他們到底壯大了多少啊? 前陣子的收購案結束後 Xbox官方就丟了一部具有生意的影片 影片看得出來我們知道的那些經典IP 都即將加入Xbox的家族裡面 這將自從動式暴雪加入過後 人數也是越變越多 從原本總人數只有5000左右 到現在已經擴大到上萬人 並定暴雪內部的員工 已經比Xbox多很多了 所以從這張的秉圖分布 感覺出來對工作室的管理 是他們更需要鑽研的一個大課題 這當中可能比較多的玩家想要知道 對於這次的收購案結束 會對玩家有什麼樣的影響 畢竟過往Xbox成為了許多遊戲 不惜砸重心把Basista的母公司 Z Max給買下來 當初就把他們家的所有遊戲 全部都丟到XGP訂閱服務上面 所以這時候就很有可能會比照辦理 把暴雪的遊戲通通也都丟上去 而且其實在完成收購的同一天 微軟就有在Xbox的官方推特發布 他們正在與動式旗下的COD主力工作室 以及暴雪積極合作 將會陸續把旗下的經典遊戲 放到XGP上面 不過因為才剛開始談 所以可能還不會這麼快有好消息出來 今年推出的iPhone 4 COD現在戰神3 都很有可能必須要等到明年 才會上訂閱服務 更別提 還有2019年的年度遊戲 隻狼應該是玩家最期待的一個重點 不過隻狼會出現在這部影片裡面 比較多人好奇到底是為什麼 因為這款遊戲的發行上一直都有動視 但如果要查遊戲的所有錢 不是 所有權 它依然是在Front Software旗下 所以這當中可能只是單獨購買的播放權 不過最大可能就是另外有跟Front Software簽合約了 例如說上XGP 或是哪時候上XGP多久之類的 當然啦 這種年度遊戲 能夠上XGP 我覺得對Xbox的玩家 真的是超爽啊 況且更值得提到的一個重點 就是對於遊戲不太夠的微軟 收購動視報紙過後 理所當然就是各個經典的IP 都想要嘗試看看 那Fear老大在最近的訪談 又提到過 雖然不排斥重新審視其他公司 過去有過的IP 能夠再次重新的可能性 但依然還是要看工作室本身的意願 這也讓許多玩家 希望過往很紅的經典遊戲 星骸爭霸或是魔獸爭霸 加入Xbox家族之後 會有更多的發展或發光發熱的機會 而且會讓玩家感到膽心 也是情有可原 因為暴雪在近幾年來在營運這塊 都很有爭議 只要你是喜歡暴雪他們家的遊戲 多多少少都有留意到 有很多的問題存在 前有鬥陣特攻2取消劇情模式 PVE的開發 後有Default賽季 更新回調遊戲平衡 更別提 舉辦多年的鬥陣電競聯賽 更是宣布無期限停辦 Default的玩家上限次數 到現在也是不斷地持續下探 踩到這一週推出了大更新 遊戲同步也上Steam 評價也在解考前 停留在褒貶不一 上限人數可能一度不到2500人 加上最快可能要到明年Default 才會上XGP 怎麼看都覺得很挫 所以綜合以上這兩大IP的情況 老玩家認為要救暴雪 不僅要靠老IP重出江湖 更需要至少一年左右的期間 來針對遊戲的嚴重問題 進行調整 不過老實說要徹底改革剛加入的超巨型工資 也並非是立刻馬上亂鬧就搞定 看微軟手上的豐富資源要解決 的確不是問題 但這些問題本來就需要時間慢慢改善 營運要不要改 戰略要不要改變 什麼時候改善XGP 什麼時間點要徹底換掉哪些獨流員工 鬥陣特工會不會重啟 Overwatch Link職業賽事 暗黑4後續更新 可不可以重新打醒各位小時候的靈魂 魔獸世界能不能再次回到燃燒的遠征 那段光輝 辛亥森霸可不可以有更強的三代出來 不過其實老實說 全部都上XGP 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如果遊戲全部丟上去 訂閱人數卻沒有持續增加 未來進行XGP的遊戲性質 就很有可能會開始慢慢改變 比如遊戲開發出來的品質不好 翻車的翻車 有問題的有問題 或者是有些廠商已經確定知道自己會進行XGP 所以刻意在微軟那邊轉一波 再把一部分的劇情雪昌 做成低遊戲採賣 甚至在遊戲裡面增加一些內購機制等等的 都有可能會讓XGP的遊戲有性質上的改變 而且工作室的人數 比起過往多了這麼多 管理肯定是比起以前更加艱難 怕的是未來會不會有可能 類似血色降臨這種翻車遊戲變得更多 這才是考驗微軟的一個大問題 但這期大家也不用擔心 因為剛加入的磨合期必定需要時間 可能都要好幾年過去才會看到有什麼樣的改變 身為玩家的我們 只能好好期待有哪些遊戲會上市囉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邊對於這次的遊戲新聞是怎麼想的 今天比較特別 商案年動的關係 我把抽獎放到這週 禮物也加大 各位可以趁現在 留下你的心得 點個讚 訂閱下去 因為這不但會讓影片更容易被推廣出去 在我們節目留言也是可以抽獎 你只要針對節目內的資訊 留下你的心得 就有機會抽到獎品喔 今天比較特別 前面我們提到的點數卡活動 很感謝銀科互通贊助三張的500元點數卡 算是加碼 這幾個禮拜我打算把它抽給各位 所以講到這裡來開講上週的得獎者 將將 不要忘記寄信到我置點信箱 好讓我知道是你喔 好這次的影片就讓我們結束囉 我這次覺得比照微軟這樣的壯大勢力 索尼是真的需要擔心未來轉變的型態 是不是正確的 今年看下來也只剩下漫威之准2 可以撐場面了 但媒體給出的評價算普通 不知道算好還是不好齁 被你每次看到媒體 很多人都講說他們是反指標 當給出實質的時候 這遊戲可能就有很大機率會GG 唉唷 這次比較大的iGN還有GameSpot 都只給8分喔 是不是證明 嘿嘿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看到現在了 我是SKY,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